毛主席在保卫战士们眼中的形象 一直都是一位和蔼大度的老人 虽然有时也会严厉地批评他们 但基本上都是出于关爱的心理 李银桥卫视长前后跟了毛主席有15年时间 可以说比至亲相处的时间还要长 两人的关系也是情同父子一般 但即使如此 毛主席也会对李银桥发脾气 其中有一次更是在众人面前录制李银桥 并且质问他你是干什么的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毛主席为何生这么大的气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1960年 去重新了解这件事背后的始末 1960年的时候 毛主席来到了上海准备进行巡查工作 可当专列停靠在车站之后 他老人家并没有立即下车 而是在火车上暂时睡了一会儿 李银桥知道毛主席每次都会睡五个多小时 所以便认为这一次大概也会如此 并且当时他正好还有急事需要处理 所以就独自下车忙活去了 李银桥在这之后不敢有一次懈怠 因为他必须要赶在毛主席醒之前回来 可就在他赶回火车站时 就听闻毛主席早就醒来下车走了 现在应该正在其他地方开会 李银桥这时急上心头 便立即赶往毛主席开会的地方 但当他赶到会议室时 又发现毛主席已经开完了会 现在被上海的领导干部安排吃饭去了 李银桥之后又匆匆赶到了饭店 但当时也不好闯进宴会 所以就只能待在大门口等毛主席出来 时间大概过了有半个多小时 毛主席吃完饭后 在人们的陪同下走出了饭店 两人都第一时间看到了对方 但毛主席此时突然停了下来 用手指着自己的卫士长大声说道 李银桥你是干什么的 声音之大让身边的人吓了一跳 大家都不知道是不是有哪里怠慢了 才让他老人家如此大动肝火 所以众人都信信地站在一旁 不知所措的等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李银桥也被这一声吓得够呛 但即便如此 他还是立刻来到了毛主席身边 把他老人家扶上了车 在车上 李银桥一直都在想自己哪里做错了 就算是自己没有及时回来 也不至于发这么大的气啊 但当时他撇到毛主席阴沉着脸 并且还时不时抿一下嘴 李银桥当时也不敢多问什么 所以之后两人谁都没有理谁 但幸运的是 上海的领导在晚上安排了一场戏 毛主席是一个特别喜欢看戏的人 不用多长时间就能把自己带入戏中 那些不开心的事就会随之烟消云散 虽然当时毛主席也没有理会李银桥 但是他知道毛主席肯定不会生气了 事情正如李银桥所想的那样 在看完戏之后 毛主席的心情大有好转 于是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问到是什么事让他老人家生这么大的气 毛主席这时也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白了李银桥一眼 嘴里还嘀咕着说 都把我的嘴烫坏了 李银桥为此也是纳闷了许久 最后才知道毛主席究竟为什么生气 原来那天自己下车拜市之后 毛主席醒来要喝水 平时李银桥给他老人家准备的时候 都会水兑到温热 所以毛主席总会直接大口喝下去 但是当时备水的工作人员没有经验 直接给毛主席倒了满满一杯开水 他老人家睡醒之后 就像往常一样喝了一大口 结果被烫得直接喷了出来 毛主席感觉自己受了委屈 所以见到李银桥后 才像个老顽童一样 在众人面前对他大发脾气 其实这么一想 这件事也十分有意思 同样也能看出来 二人的感情是多么深厚 毛主席早就把李银桥 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所以在自己受到委屈后 才会对着李银桥发火 如果他只是首长和战士的关系 毛主席也肯定不会在公共场合大动肝火 李银桥想到这也是无比感动 同时也为自己没有做好工作而自责 让毛主席受到了不该受到的委屈 1962年的时候 毛主席为了李银桥能够更好的生活 忍着巨大的悲痛让他离开了自己的身边 虽然李银桥当时一百个不愿意 虽然他愿意放弃发展的机会 也要留在他老人家身边 但是毛主席内心十分清楚 自己总有一天会离开所有人 一旦那天到来 将会对李银桥产生极大的影响 所以他老人家虽然哭得十分伤心 但最后还是将这个卫士长送了回去 而在毛主席离开人世之后 李银桥一直都在履行他们之间的别定 每年都会两次来到北京 看望他老人家 直到2009年 他自己也随风而去 不知在世界的另一边 毛主席和李银桥有没有再次相遇 这下他们再也不用忍受离别之苦了 李银桥也可以永远待在毛主席身边 续写他那15年的保卫时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